今天我们抓过你的时候 你身上有什么东西 有枪 枪几支 一支 一支什么枪 我十四 你说我十四 M20 对 然后有多少子弹 身上可能有一二三 一二三三个四个五个 五个弹架就是五七三四五 五个弹架 三四五三四 可能是三四五到三十六号子弹 你手机高力 还有什么东西 说你有什么弹架子弹 如果汉匪要论排名的话 他排第二 没人敢排第一 从1993年到2000年期间 张军等人先后在数省市流窜 犯案22起 致死致伤50余人 累计抢劫财物 高达人民币600余万 非法购买各类枪支 子弹及手榴弹 犯罪性质极其恶劣 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刑事第一案 那么这个张军 究竟有什么通天的本事 他的结局又如何呢 感兴趣的朋友们 还请点个关注 点个赞 我们接着往下看 2000年9月19日 在数省市流窜多时 致死致伤50余人的 中国第一汉匪张军 被前重庆市司法局长文强 踩在脚架 文强相信大家都不义声 正是有了这个丰功伟地 才成功让文强一战成名 不想不久后 文强也步入了两者的后终 对于许多人来说 张军只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鲜少有人了解他年少时的经历 1966年8月5日 张军出生于湖南省长德市花林村 花林村是一个落后的贫穷山村 早年张军的母亲为前夫生了六个孩子 可由于感情不合 两人最终离婚 后来张军的母亲嫁给了张军的父亲 并生下了张军 张军在家中排行老西 即便是家中年龄最小的 可由于家里实在太穷 张军也整日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生活 那时小小的张军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能吃饱春暖 可不幸的家庭往往有各种各样的不幸 在张军12岁那年 他的母亲被诊断出了子宫癌 在那个年代 得了这个病的人只能等死 更何况是家中本就不富裕的张家 自从得了这个病 张军的母亲便整日卧床不起 看着母亲病泱泱的样子 张军十分心疼母亲 知道母亲一直想喝一碗肉丸汤 于是张军开始默默地攒钱 可一学期过去也只攒了五脚钱 他来到离家三十里外的镇上 买了点碎肉 回来给母亲做了一碗肉丸汤 可即便是这样 张军的母亲还是在两年后去世 母亲的离开 让张军觉得天仿佛塌了 这么久以来支撑他的信念也没了 他的生活一下子失去了希望 从此便开始自甘堕落 在家躺得无聊了 张军就会漫无目的地来到大街上闲逛 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几个混混 在他们的带领下参加了一些活动 在对方的引导下 张军更加无心学习 刚上高中的张军便辍绝回家 整日以打架斗殴来消磨世间 理想到打着打着逐渐打出了名气 成为了这一代远近闻名的地痞混混 小有名气的张军充满成就感 逐渐在这条路上一去不复返 东国第一汉匪张军犯案22起 致死致伤50余人 背叛死刑时一脸冷漠 后来打架已经满足不了他的猎奇心 他开始寻求新的刺激 思虑再三 他决定抢劫 张军找到了昔日的好友 两人一起商量 干票大的 93年的某天深夜 二人蒙着面来到百货商店 这家店他们已经踩好了点 只有女人没有男人 于是他们以问路为由来到店内 在对方没有反应过来时 掏出枪 一脸凶向的让对方交出钱财 谁知对方也没顺着他 想要将两人关在门外 愤怒的张军对这里面就是两枪 一枪击中了女子 一枪击中了同伙的腿部 见情况不妙 两人逃了出来 由于同伙伤势严重 失觉较多 需要及时送往医院 可张军担心事情暴露 不肯去 便将其带至河边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锤子 疯狂地砸向对方 事后他没有一丝愧疚 反而更加兴奋 之后他逃亡到湖南的一个县 过程中又开枪打死一人 这次之后 杀人成为了家常便饭 他一路来到了云南 结识了第一个情妇严敏 在严敏的帮助下 张军有了真正的枪支 从那之后 严敏开始跟着张军抢劫 1995年1月 张军和严敏在重庆抢劫过程中 还持枪打死一人 后来张军谋划了一场大动作 可惜自己人手不够 于是他来到了一个婚姻介绍所 想再找一个死心塌地 为自己的女性 于是在这里 他遇见了自己的第二个情妇 秦池碧 很快 秦池碧在张军的花言巧语下沦陷 张军说什么就试着 这天 几人来到重庆 有一商店的一家金店 准备实施抢劫 过程中 开枪打死一人 抢到价值几十万的军事 后来张军还火通秦池碧 策划了武汉广场杀人案 而要数张军团伙 性质最恶劣的案件 还得数常德 九一特大持枪抢劫案 2001年9月1日 一辆装有200万巨款的运钞车 来到某银行营业点门外 就在双方工作人员下车交接时 人群中 窜出三个蒙面歹徒 随后五人倒在血泊之中 接着 负责把风的歹徒 抄出租车司机开枪 过程中 一位过路市民也当场丧命 抢得出租车后 四人立马驾车逃窜 中途又开枪 击伤四人 撞伤一人 就在警方对现场勘察时 唐德市60公里外河堤上 发现可疑车辆 车内血淋淋一片 在出租车后备箱内 发现司机王某的尸体 可是事情并没完 在河堤上 警方又发现两处新主队 映入眼帘的是三具尸体 后经证实 其中两句是2000年8月15日 失踪的某银行行长 另一句身份不明 一天之内发生三起恶性杀人案 且被害人数高达11人 这在我国乃至世界 都是骇人听闻的 中国第一汉匪张军 犯案22起 致死至伤50余人 被判死刑时一脸冷漠 此时的张军团伙 也知道自己闹大了 于是他们通过新闻 得知抓捕进度 为了更好躲过追捕 张军团伙决定分头行动 由于这次的案件性质恶劣 乌南省委对此非常重视 要求以最快速度抓捕张军团伙 全省的公安力量迅速出动 经过警方的多处走访 不久后 在市区抓获了张军的同伙之一 很快根据对方的供服 警方找到了张军几个情妇的所在处 在其中一处情妇所居住的房屋内 警方搜查后 缴获了手枪长枪十余子 弹药共1600多方 甚至还有大量手朵弹 这些装备让武警部队看了都咋舌 这部妥妥的一个军火部 在张军的情妇落网之后 警方接着便是顺藤莫挂 想要借机找出张军的下落 最终对方交代了张军逃跑的大致方向 很快警方掌握了张军的动向 于是警方立即前去 秘密埋伏 等待目标的出现 随后一名手持提包的可疑女子 出现在警方视线 几分钟后 一名壮年男人与女子接头 抓捕人员随即一拥而上 将嫌疑人当场抓捕 事后证实 此人正是张军 这一切对他来说太过意外 他曾想过多种覆灭的方式 唯独没有想到 自己会被警方捕捉 在警方的不限努力下 张军团伙 其余七名犯罪嫌疑人 相继落网 经过审判 8名主要成员被判处死刑 并于2001年5月20日之行